大家好 我们上课 我们上一次课的最后谈到了少阴烟痛症 少阴烟痛症的第一个症后是诸辅汤症 这个症后它的基本成因和病机是由于一个慢性的下立 下立日久 真因好伤 虚火 寻惊上扰 因此出现了凶闷 心烦 烟痛 它用诸辅汤 轻浮热 润喉咙治疗这个咽后疼痛 咽痛症的第二个症后是甘草汤和结梗汤 在沙哈论中用甘草 其他方济中用的都是制甘草 而只有甘草汤和结梗汤用的是生甘草 生甘草有清洁阴晶毒热的功效 从其他书中来看 凡是毒热 聚阴晶的 差不多都会用到生甘草 比方说汇阴部的浓肿 汇阴部是诸多阴晶所过的部位 这个部位的浓肿呢 终于把它叫做海底发 用一味生甘草 浓缩熬糕 叫郭老高 用郭老高来治疗这个海底发 就是取一味生甘草 清洁阴晶毒热的功效 又比方说有人用生阳散火汤 李东元的生阳散火汤 来治疗芽虽盐 芽虽盐呢 终于把它叫做骨槽风 骨头的骨 骨槽风 那么生阳散火汤里头呢 是生甘草和制甘草都在用 它用制甘草来调和猪药 保护中焦 它用生甘草来清洁 阴分的毒热 阴晶的毒热 所以山寒论中的甘草汤 用一味生甘草来清洁 少阴 阴晶中的毒热 如果用上生甘草 烟痛没有缓解的话 再加结梗 来开喉壁止烟痛 好 我们接着往下 看看张中景治疗烟痛 还用什么方子 312条苦酒汤 苦酒汤症 少阴病烟中伤生疮不能语炎 生不出者苦酒汤主治 那么这是一个烟喉 有溃疡有溃烂 所以他才说烟中伤生疮 有溃疡有溃烂 而且又出现了不能语炎生不出 所以这是烟和喉都出现了病变 都出现了问题 只有生代受到影响 他才会出现 不能语炎生不出 他的病菌是什么 我们以药测证 苦酒汤 用了米醋 用了半下 用了鸡子白 所以他有清热地痰 脸疮消肿的作用 因此我们以药测证 它是一个弹热 必阻哨音经脉 鸡子清有清热的作用 半下有化痰的作用 苦酒也有清热的作用 那就是弹热 必阻哨音经脉 而造成的烟中伤 声疮 造成的咽后疼痛 苦酒汤这张 这个方子 在服用方法上非常特殊 半下洗 你看那个时候 他用的是生半下 要洗一洗 要洗多次 破如枣盒十四枚 这个枣盒是指的 那个硬盒呢 还是指的枣仁呢 我想是指的 那个小小的枣仁 否则的话 那个蛋壳是装不下的 鸡子一枚 就是鸡蛋一枚 把蛋黄去掉 蛋黄 那不是在黄莲阿娇汤中用了吗 纳上苦酒 苦酒就是米醋 再放上米醋 灼鸡子壳中 你看这个鸡蛋壳 作为一个容器 里面放着蛋清 又放着一些半下的细粒 再放上一点米醋 上二位纳半下苦酒中 就是把半下 可苦酒 放到鸡蛋壳中 以鸡子壳 直刀环上 安火上 为什么要放到刀环上 你手拿着放在火上 烧这个鸡蛋壳 不是太烫吗 古人那个大刀 刀柄那有一个铁活 把鸡蛋壳放在这个铁活上 然后织在火上 令三费 开上三壳 去字 把半下去掉 稍稍含燕之 稍稍就是慢慢 慢慢含在嘴里头 不拆更作三计 半下这个药 能不能这样吃 我觉得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对这个咽喉的粘膜 舌头的粘膜 口腔的粘膜 有刺激作用 吃完了整个口腔和舌头都麻了 所以这个方子 今天我没有看到 有人临床报道使用 但是用蛋清来治疗 咽痛 这是过去的黎原 传统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旧社会的时候 戏剧演员 咽喉疼痛 就是喝一些鸡蛋清 我小学一个同学 他小学毕业 就去唱戏去了 以后还成了鸣角 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的嗓子还是那么好 我就问他 我说你用什么方法保护嗓子 说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喝蛋清 我说现在的鸡蛋污染得太厉害 我说你现在还喝吗 他说现在不喝了 我说那你现在喝什么呢 我什么饮料都不喝 只喝白开水 所以蛋清过去传统的 沥咽喉止疼痛 那么应当说是有效的 好 这个方子我们就讲这么多 最后一个方子 三百一十三条 绍阴病 咽中痛 半下散其汤煮之 这个方子用了半下是化痰的 用了贵枝是散风寒的 用了肝草还是治肝草 是调和这两味药的 保护中气的 因此应当说 这是一个风寒引动弹弦 外有风寒 内有弹弦 风寒引动弹弦 刻与咽喉的 或者说刻与哨音经脉的症候 风寒引动弹弦 刻与哨音经脉 而造成的咽痛 所以他才用了散寒的 通阳的 地痰的 这个药物 这个方子上三味等份 各别导山以合制之 分头导 导碎了之后 合在一起 白饮合幅 方寸笔 用白米汤来调幅这个药散 便于吞咽 日三幅 若不能散服着 一水一升 兼七肺 纳散两方寸比 更煮三肺 下火 令小冷 稍稍寒咽止 这又是煮好了的汤记 慢慢的寒咽的一种方法 我们说现在治疗咽喉病 有寒记 实际上寒记 从猪斧汤开始就有了 在汉代就有 半下有毒不当散服 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注解 所以半下做散即吃 对口腔黏膜 有刺激作用 所以不应当做散 这个方子呢 只有个别人报道 它用于风寒外感 引起的咽痛 我没有用过 所以后面两个方子 只是供大家参考 哨音病片的主要内容 就谈完了 所以我们仔细回忆一下 哨音病的内容 还是比较整齐的 首先我们说 哨音脏症 主要是寒化和热化两大类 那个寒化症 阳衰阴胜症 阴胜阁阳症 阴胜带阳症 阳虚身痛症 阳虚水泛症 这都是我们在临床上 经常见得到 而且这几个方子 在临床上都是经常用得到的 至于那个胃寒巨兔 所出现的兔粒 四肢觉冷和烦躁 欲死的无助于汤症 那充其量 它是一个哨音的类症 因为它的病本身 是胃寒导致的剧烈呕吐 至于那个肾气虚 关门不顾 下力滑脱 脾阳虚脾气虚 不能社学所导致的大便浓血 又伴有腹痛 又伴有小便不利的桃花汤症 那也不应当是一个典型的少阴病 尽管它涉及到肾气虚 关门不顾 可是在治疗的时候 还只是温中阳 只不过它用了 固色止脱的这种药物 在山寒论中 作为一个色法 它是一个代表方 我们在结合太阳病片 谈到的那个吃日子鱼凉汤 所以在山寒论中 有收敛固脱色肠 来治疗大便滑脱的这种方计 就有两个 一个是吃日子鱼凉汤 一个是桃花汤 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至于少阴的热化症 那就是阴虚火望心肾不焦的 黄连恶骄汤症 还有阴虚火望 水热护节的 朱灵汤症 朱灵汤症有心繁不得眠 黄连恶骄汤症有心繁不得我 知子齿汤症有心繁不得眠 所以这三个方论 在心繁不得眠上容易相混淆 所以应当注意鉴别 知子齿汤症的心繁不得眠 是只有火没有水 朱灵汤症的心繁不得眠 是既有水又有火 黄连恶骄汤症的心繁不得眠 有火又有阴虚 这是不一样的 以上我们讲的 少阴寒化热化 是少阴病的主要症候 我们在上次课 讲到了少阴病的间症 太少两感 我们刚刚复习过 可以说记忆忧心 少阴极下症是因为阳明燥热或者是少阳燥热 应当说提少阳燥热的这句话的 别的书上没有 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 仅供大家参考 阳明燥热或者少阳燥热下伤肝肾之音 那么这种亡阴湿水的少阴病 你怎么去治疗 在张忠景的时代 采取了急泻阳明来救少阴的方法 我们今天可以采取公布监视的方法 一边滋水 一边泄热 像后世的增业成绩 它就是这个样子 少阴阳郁症临床很多件 撕尼散用的也很多 在沙寒论中用思逆来命名的方子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 思逆汤通卖思逆汤 复灵思逆汤思逆散 我们将在绝阴病篇谈到一个当归思逆汤 这五个用思逆来命名的方子 在药物组成上 有的有关系 有的没有关系 思逆汤和通卖思逆汤 在药物组成是一样的 都是父子 肝姜 肝草 只不过通卖思逆汤中的 肝姜和父子的用量 要比思逆汤中的 肝姜和父子的用量要大 复灵思逆汤 是在思逆汤的基础上 加了两个药 哪两个药啊 复灵和人参 这三个方子 在药物组成上 有关联 思逆散和思逆汤 在药物组成上毫无关联 他用的是纸干柴勺 疏干和皮解育 当归思逆汤 我们后面谈到的 绝音病篇会提到 它的药物组成是 桂枝汤的加减 和思逆汤毫无关系 随后我们谈到了 少阴的 什么伤筋症啊 洞穴症啊 还有少阴病的热意膀胱症啊 这都不是主要的 最后谈到了 少阴咽痛症 由于少阴经脉 巡猴龙夹舌本 所以当邪气 清洗少阴经脉的时候 出现了各种 不同的咽痛 那么分别用四个方子来治疗 其中有的方子常用 有的方子不常用 这样的话 少阴病篇就这么多内容 我们就谈完了 下面我们谈谈 决音病篇的内容 决音病的病编部位 自然涉及到肝与心胞 因为足绝因肝 手绝因心胞 它也涉及到了肝经 但是在赵开美 翻课宋版《山寒论》 便觉音病脉症病治 这个题目下 它复了一句话 说觉力欧远复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在觉音病篇 附入一部分内容 附入一部分关系杂病的 觉症 下痢症 呕吐症 远逆症的 这样一部分内容 附入到觉音病篇 所以觉音病篇五十六条 如果我们去读《山寒论》的话 我们发现直接谈觉音病 这三个字的 也就是那么四条 剩下的那些症候 或寒或热或虚或食 或寒热挫杂 虚实渐渐 似乎有的根本和觉音病 沾不到边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 不知道是王淑和呀 还是后人在整理这个《山寒论》的时候 把觉、立、欧、语、另外一篇的内容 附入了觉音病篇 所以就是觉音病篇的内容 看得错综复杂 甚至陆延雷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觉音病篇错综复杂 说觉音病篇的问题太多了 竟为千古一案 无可言锁 说没有办法研究 经党说觉音病篇先天不足 虽然我们这里谈到的他的病位 提到了肝和心胞 提到了肝经 实际上他后面附的这些 觉力欧远的这些症后 有的根本和觉音肝 觉音心胞没有关系 觉音病的成因 外邪 直接侵犯 觉音精脏 这是他的成因之一 那么成因之二 邪由他经传来 美经的邪器 可以穿觉音 太阳之邪可以穿觉音 邵音之邪可以穿觉音 至于觉音的生理 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知道 觉音肝经 从足走辅到胸 觉音肝经 从足走辅到胸 然后上癫顶和肚脉相交 上癫顶和肚脉相交 而肝经呢 是 落胆 属肝 沟通了肝胆的标理关系 至于觉音肝脏 藏血 煮书蟹 迹象火 知道这三个要点就行了 藏血 煮书蟹 迹象火 心胞呢 也内藏相活 下面我们谈谈 觉音病的症候分类和脂肪 第一种情况 邪由邵音传来 大家想一想 由邵音发展到绝音 那是在心肾真阳衰微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出现了 绝音肝核心包的象火衰竭 对不对 这一步准备 表面膝 3 1 2 4 1 10 这不等于五脏六腑的真阳都浩劫了吗 这个症候在绝阴病片把它叫做什么 把它叫做藏诀 所谓藏诀就是内脏 五脏六腑内脏真阳向火都衰竭而造成的绝冷 不仅手足绝冷而且全身皮肤都发凉了 这个症候他的育后会好吗 育后不好育后不凉 人的生机就要衰竭 心神真阳虚衰 绝阴肝和心胞的向火衰竭 生机泯灭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外含 上绝阴之经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不仅仅是指经脉 实际上是指表浅 就在血虚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血虚经寒 为什么说是在绝阴呢 它有血虚的表现 肝不是藏血吗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血虚经寒症 它的临创表现就是手足绝寒 脉气欲绝 如果手足绝寒 脉微欲绝的话 那是绍阴病 那是绍阴真阳衰 微四末时温 现在是手足绝寒 就是手脚发凉 脉细欲绝 细者小野 他煮血虚 那是干血不足 四末失温 又受寒邪的寝息 治疗用什么呢 当归思逆堂 如果外寒 如果外寒 伤 绝阴之葬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欧 吐咸 吐咸 头疼 当然这个头疼呢 是干寒 寻经 上扰 癫顶 和经脉 也有关系 治疗用什么方子 乌珠鱼汤 暖肝胃 降灼 大家可能想到一个问题 前面多次说过 老怕伤寒 少怕老 伤寒 专死 下虚人 哨音直重 病情沉重 说过吧 可是现在谈到了绝阴了 你看绝阴的传经之邪 由哨音传来的这种绝阴病 哎呦 愈后不良 外寒直接侵犯绝阴经的 那没问题啊 就是手脚发凉 卖戏 外寒直接侵犯 绝阴脏的 也不就是干欧吐咸 头疼用无注意汤就可以了吗 所以绝阴直重 病不重 为什么 因为他心肾真阳没有摔 尤其是外寒直接伤绝阴之脏的 他心肾真阳病没有摔 人体的生机未有泯灭 只不过是寒血 欲饿了绝阴的项果 干寒 所以我们也不能笼统的说 三音直重 病情都沉重 沉重的是指的少音病 当然好多人也没有这么直说了 我这个直说 绝阴直重并不重 没有人这么说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他就是不重 如果是经藏两寒呢 既有血虚精寒 又有绝阴藏寒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问大家 我们《山寒论》快学完了 何方至宜难呢 经寒用当归私利汤 藏寒用污住于汤 那你把两个方子合起来就是了嘛 那就是当归私利加污住于生姜汤 以上这两个症后 都是绝阴的寒症 都是绝阴的寒症 由绝阴传染的寒症 愈活不良 绝阴精脏直接感寒的寒症 治疗之后完全可以恢复 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寒邪 欲恶 绝阴向火 这个寒症 这个寒盛商阳的症候 在太阴病里都有 在少阴病里都有 你看少阴病那个 卖阴阳俱紧 烟通吐利 那个不就是寒盛商阳吗 在绝阴也有 寒邪 欲恶 绝阴向火 这个向火 预及奶发 这就出现了阳气的恢复 向火爆发嘛 阳气来复 这就使病症发生了转折 出现什么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 阳府阴退 自愈 所以过去 当讲到绝阴病 有自愈症的时候 有的通学就说了 哎呀 那我们看到一个外感 不用治 由太阳传到阳明 由阳明传到少阳 由少阳传到太阴 由套阴传到少阴 最后传到绝阴 阳气一来复自愈了 实际上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啊 我们这里所说的自愈症 不是由少阴传到绝阴的绝阴病 而是外寒 预恶 绝阴向火 在人体心神阴阳 不衰的基础上 只不过是绝阴向火 它也不衰 它被寒邪所预恶 人体的政绩是要抗邪的呀 所以阳气恢复 向火来复 这叫向火来复 阳气来复 驱邪外出 那么可以有自愈 这种决因被预恶的向火 有人也把它叫做雷火 我上学的时候 是刘多舟老师 给我讲山寒论 讲了一大部分 他讲到决因的时候 他说满天乌云 一派阴气 在乌云中 孕育着雷电之火 然后这一打雷 向火爆发 阳气来复 然后云开雾散 天空清朗 所以病自愈了 他用这个自然现象来比喻 所以一派阴症 怎么阳气来复 是在真阳不衰的基础上 可以有这种情况 可是人体的生理活动 或者机能活动 常常有一种惯性 第二种情况 阳浮太过 这个阳气来复 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他还继续咽着这个轨迹走 就表现了阳浮太过的临床表现 阳浮太过 阳有余便是火 结果就导致了 热症 阳热 上伤阳落 这就可能出现汗出 这就可能出现汗出 喉壁 热泼 今夜外跃就出现了汗出 阳热 壁色咽喉 就出现了咽喉疼痛 吞咽 呼吸不畅 壁就是疼痛而不畅的意思 阳热 下伤阴落 这就可能出现了 电浓血 这里所说的阳落和阴落 是伤寒住家习惯的一种说法 上部的经络就叫阳落 下部的经络就叫阴落 如果这个阳热 上上阳落出现汗出喉壁的 它就不会出现变农血 如果出现变农血的 那阳热往下走了 它就不会出现汗出喉壁 伤寒的原文都有这种话 还有阳热 泛逸基辅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发臃脓 全身多处出现了 皮肤感染性的化膿性的病灶 头上长疮脚下流脓 这是阳腹太过 阳热 泛逸基辅所造成的 阳腹太过 还可以导致热不止 发热不止 发热不止 和热不霸 怎么由寒症变成阳症的 就是寒疾 物疾必反 就意味着要衰退 阳遇到祭点 意味着阳气要爆发 阳气要恢复 就是这样由阴转阳的 第三种情况 如果阳气时进时退 人体的阳气恢复的机能 它有时候没有力量 那么持续的发展 过几天阳气恢复占优势 过几天阴气又衰退了 阳气又衰退了 阴寒邪气又占优势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绝热胜负 有几天是手足绝冷下立 阴寒症 又有几天是发热 手足也不凉了 下立也停止了 又有几天下立绝冷 再有几天持续发热 这叫绝热胜负症 有时候阳气的恢复 它不是整体的 而是局部的 局部阳负太过 那就出现了热症 而阴寒未进退去 下部的阴寒并没有退干净 你看在一个人身上 就出现了寒热错杂 上热下寒 这么错综复杂 变化多端的症候 都是因为绝因向火 被阴寒邪气所欲以后 向火爆发 阳气来腐所诱发的 大家看 绝因病是不是错综复杂 变化多端 或死或活 或热或寒 或寒热错杂 或绝热进退 所以陆言雷说 绝因病片竟是千古一案 除此之外 在绝因病片 涉及到许多绝症 我们刚才说了 在我们今天看到的 赵开美翻课颂版 沙罕论的 变绝因病脉症病之 这个题目之下 有绝力欧远负 这样一句话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绝症呢 它不一定全是绝因病 它是绝力欧远 病脉症病之 这一篇里头的内容 它给附到绝因病片了 但是我们也把它当作 绝因病片的一个内容来讨论 就绝因病片 涉及到的绝症来说 有回绝 有藏绝 藏绝这个词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有寒绝 我们在讲绝因病 手足绝冷 下立清骨的时候 那讲的就是寒绝 有热绝 在太阳病片所讲的 深大寒 反不欲禁忆者 寒在皮肤 热在骨髓也 那么就是讲的一个热绝 热血内臂 热血内欲 是阳气不能外达 那讲的就是个热绝 有水影致觉 有谈 谈祖胸阳致觉 谈祖胸阳致觉 有血虚寒觉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当归思理堂症 它也属于绝症之一 如果我们把绍因病片 谈到的那个思理散症 也结合起来学的话 那不就是七欲作绝吗 因此这些绝症的 病基 这些绝症的治疗 在绝因病片来说 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内容 除此之外 绝因病片还有 欧 月 夏利的证后 欧月夏利的证后 绝因的绝 是什么意思 绝者 近也 急也 急也 近也 它意味着 阴寒 胜到了 基点 或者意味着 阳气摔到了 基点 物积必反 这是个自然现象 黎明最黑暗的时候 就意味着黎明即将到来 中午最热的时候 就意味着太阳要偏西了 那么天气就要变得凉爽了 所以阴寒急盛的时候 就意味着阳气要恢复 阴寒要退却 你看 寒险欲额 绝因向火 因此 绝因病就表现了一种什么情况 两极转化 这个思想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或寒或热 或死或活 或绝热进退 或寒热挫杂 这不就是两极转化的特征 因此绝因病就常常有这种两极转化的特征 所以绝因病所附入的这个欧月夏立 欧正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月正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夏立的正后 也有寒有热 有虚有实 应当说 这就是绝因病篇的大体的内容 我们说 太阳病主要正后是表正 在治法上用汉法 我们学太阳病的时候 要重点学汉法的用用 学麻花汤的发汗散寒 建议宣费平传 学桂枝汤的解极驱风 调和盈味 学小青龙汤的发汗散寒 建议化云定传 温化水云以平传 学大青龙汤的发汗散寒 建议清热除烦 学葛根汤的发汗散寒 建议疏通经脉 学汉法 阳命病主要是理热理是正 在治法上 它是清法和下法 我们学阳命病篇的时候 就要学清法的用用 学汉法的下法的用用 清法 上教的热怎么清 清宣 中教的热怎么清 心寒折热 下教的热怎么办 清利利小便 给习气出路 下法 有泄热法 有通便法 有泄热通便病重法 有润下法 有倒下法 有泄热诸瑜法 这是学阳命病的下法 对于少阳病来说 它是少阳经辅受邪 办表办理 输机不利的证后 我们学少阳病的治法 重点在学和解法 那么在和解的基础上 坚毅结表 和解的基础上 坚毅清理 和解的基础上 坚毅补皮 和解的基础上 坚毅凝神 泰因病重点是 脾阳虚脾气虚 运化失丝 寒是内圣 升降紊乱的症后 我们学泰因病 重点学温补法 也就是《山寒论》 原文第277条所说的 自立不可者 以其藏有寒故也 当温之一服四逆背 用四逆背来 温中补虚 对于少阳病来说 有寒化有热化 对于寒化症 我们就以浮阳气为主 对于热化症 我们或者滋阴清火 或者滋阴 利尿 清热 因此前五经病 在治疗上都有它的特色 可是到了绝阴病 什么是它的治疗特色 在治法上 没有 或寒或热 或死或活 或寒热 挫杂 或决是进退 而这个寒是真寒 这个热是真热 所以要谈绝阴病的治法的话 那就是寒者热治 热者寒治 寒热挫杂者 则寒热兼治 常常是随正失智 并无定法 这就是绝阴病片的治法 随正失智 并无定法 所以绝阴病片 虽然错综复杂 那我们把握了随正失智 并无定法 那就可以做到 兵来将党 水来吐屯 立于不败之地 绝阴病的大概情况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问题在于 太阳病是表症 所以我们可以 用头像降痛 脉伏头像降痛 耳物寒 作为它的提纲 阳病病是以理事症为主 我们可以用 卫加时来做它的提纲 少阳病是胆热气欲的症候 我们可以用口苦咽干 木悬来做它的提纲 太阴病是脏虚寒症 脾阳虚脾气虚的脏虚寒症为主 我们就可以用 腹满尔吐 食部下自立一身 食腐自痛做它的提纲 至于少阴病 以心肾阴阳虚衰 而又以肾阳虚衰为主的 具有全身性正气衰热的症候 我们就可以以 麦威系 但云味做它的提纲 那么绝阴病片 用什么条文来做它的提纲 用寒症的条文行吗 要你们写沙寒论 用寒症的条文行不行 代表不了绝阴病的特点 用热症的条文行不行 行吗 也不行 那怎么才行啊 怎么才能够代表绝阴病 这种两极转化 错综复杂的特点呢 只有用一个寒热错杂症的条文 才能够代表绝阴病错综复杂 两极转化的临床特点 那么绝阴病的提纲 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讲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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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